同行政权解三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银武者和雷天使 我们 银武者确定 确定 一个银武者 银武者一个雷天使 应该还有一个背包皮肤吧 对还有一个 隐秘行动背包 来看一下我们的时装 来看一下效果 这个就是雷天使 这个是银武者 我感觉银武者蛮帅的 但是黄色的话 男性是蓝色 女性是 女性是黄色 然后要说帅的话 男性角色帅的话 银武者比较帅 银武者比较帅 那你 背这个背包 不能上这个套装 不能上这个套装 那你这个不对 不过还是银武者的 这个衣服好看 银武者的背包很帅气 有没有 这面具我也很喜欢 女性就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男性的 银武者比较好看 而女性的却是这个 这个比较好看 女性的话是雷天使比较好看 金黄色的蛮好看的 我觉得这个蛮适合我的 但是女性银武者很丑 OK就这个 就这个时装了 好不好 好感谢兄弟们的观看 怎么说呢 这一波小客客了 三四千吧 他的客亲之路可能开启了 全服第一个 203级的通行证 轮盘是怎么说呢 700个币 也就差不多是120级的时候就可以满了 所以你想刻这个雷神的 雷神的兄弟们 不用刻的太高 你看我还剩1200个币 不知道他这个9月份兑换 他会出些什么 希望不要让我失望 他能出一些成考 什么有用的东西 你别给我整一些什么皮肤乱七八糟 没用的东西 那就真的太恶心了 通行证 前100集 还是有一些有用的东西的 都已经给你们看过了 好那这期视频就到这吧 客与不客 兄弟们看自己 是不是 爱你们